好 厲害喔 翻滾吧 男孩 風靡歐美日本的幼兒體操 成為台灣孩子們的新選擇 還請到前金牌體操選手林育信 擔任指導教練 跟國力體大健教老師們 設計分級課程 要讓體操不僅是晉級運動 也能從中培養運動習慣 因為幼兒體能是一個很好的 幫助小朋友的平衡 柔軟協調 開發一些肢體上的學習 還有一些運動的能力 所以這方面是每一個運動 最基礎的運動的主要項目 就是幼兒體能 所以這個幼兒體操能持續發展 能養成更多優秀的小朋友 能有肢體上的 平衡上的 還有頭腦上的運用 三到四歲的小朋友正值發育期 只要一玩起來 就跟脫江野馬一樣嗨 沒想到教練們只需要簡單口令跟動作 就能吸引這群好動毛毛蟲的注意力 三分鐘內就能讓他們乖乖就範 動作都是趨越化的 然後引導小朋友去喜歡 像我們以前搬滾吧 南海那一批小朋友 都是以糖果或者是玩具來誘導 但是現在小朋友是不需要用這樣的 是一個很空曠的地方 讓他很憂在的運動 然後學習更多的有趣的運動 從小養成運動好習慣 除了提升孩子們學習與專注力 對於谷歌發展也有很大幫助 未來說不定能激發更多潛力 朝專業體操選手之路邁進 由來條新聞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